下面这个问题是 弟子有许多次为人饮食 劝人念佛 与大众借善缘 以至诚心对待 之后就有业障现起 有时虽有退转 但短期内又增长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你 你有说 你没有行 你常常讲经劝别人 你自己没有做到 所以你的业障会陷进 你自己真的要依教奉行 参处业障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所以今最重要的是要依教修行 佛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老老实实 一定要把它做到 好 好 感谢观看